大家好,我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用干和干 因为这两个字呢,题材声音很像 但是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文法 所以今天就是来给你们看一些 是它的用法有哪里不一样 好,我们从干开始 干它很像英文的adverb或者together这个 所以它就会放在动词的后面 它是中文的一词 它是从对干来的 对这个字呢,就是很像 also 和也 但是其实你用的时候呢,口语 不用讲对也可以 但是我这里会宣布讲OK吗 好,你看 均靠对干 均靠就是吃饭嘛 对干就是一起 均靠对干一起吃饭 练怕撒太对干 练是学习 怕撒太太,太文 对干一起嘛 就是一起学太文 其实这里不用讲对也可以 但是你要等下就会看到 它会有第二个意思 然后你就会看这些 我给你们的句子都不会很难 然后都会重复 就会给你们看一些是文法的差别在哪里 不是真正要给你们什么单词 OK吗 不会看到很复杂很难很长的单词 好,第二个意思刚刚有讲就是这个 很像英文的less 什么什么ba 这样子 然后这里就不会有对了 均靠干就是有吃饭吧 热怕撒太干 学泰文吧 那你会觉得那怎么记呢 有一起有吧的意思 你要想一下 一起也要两个人以上一起做什么东西 对吗 很像吧也是 一个人也不会用吧 所以它的意思其实对泰国来说呢 它都是有连个人一起 连个人以上一起做什么东西的意思 OK吗 好,那么来看 dap这里呢 dap它很像英文的proposition 就很像with这样子 所以它是中文的跟 所以你看到proposition是连个名词在一起 所以它就会放在名词的前面 好,我们来看 kinkau dap me OK吗 me是妈妈 所以kinkau dap me 就是跟妈妈吃饭 OK吗 热怕撒太干 kru nad sa 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嘛 就是跟那沙老师学泰文 那你会觉得 为什么呢 有时候看到干跟dap在一起 它会不会意思改变什么的 没有改变 但是你还是要翻译得到 它的意思 干是一起 或者两个人以上一起做什么东西 或者有pap的意思 就是跟 然后它的后面会加名词嘛 所以你看哦 这里就变成跟谁谁谁一起去做什么什么 很像英文的 就是together with什么什么 drink something这样子 比如说呢 kinkau dap me kinkau dap me 这里呢它的意思重点会比较像 跟妈妈一起吃饭 但是kinkau dap me 干 把干放在后面 就会变成有那种 呃 跟妈妈一起吃饭 bap 跟妈妈吃饭 bap 这样子 ok吗 然后呢 你可以翻译有一起有 bap 这样 然后还是要加干在那边 因为它有干有干 ok吗 今天就是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些是干汉 怎么用 然后现在呢 我在韩国 所以你看到都衣服比较 比较厚一点 就是 但是还是会 还是会教太文 还是会工作 所以 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问我咯 那 今天 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影片是有用 然后学到东西 好啦 今天这样子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